今天拆个大件 把我的车的门拆开 然后做一个换个音响 把这个音响换了 然后做一个隔音 可以看一下这个门 也算记录一下吧 有一个人线 从这儿线索 从这儿分出来 然后到这儿 从这儿通过这个 进到这个车体内 这个是连接 应该是生窗户的 好像是 这个是锁 所有的锁都是机械的 也防止车没电的时候 你开不开门 然后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车 这是我刚才滑坏了一点点 问题不大 这是所有的卡扣 然后这个位置 有个螺丝 这个车非常简单 就这么一个结构 这块有个线素 这个线素 是用来升降窗户的 这是一个窗户的升降器 我可以把型号拍一下 以后也方便修车 这个地方是正常的门锁 就是外面的这个 外面这个门锁 拆卸这个门以后 并不影响外头门锁的开关 结构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这是密封条 所以如果后续需要换密封条 换玻璃 都是在这里进行操作 从上面就有玻璃就会降下来 好 我下一步呢 就是要解决这个车的这个问题 我们会把这个喇叭把它卸下来 然后把新的喇叭拧上就可以了 这个全车要做一下这个隔音 这是那个防状的钢梁 这个车的防状钢梁 不是很粗 就这么回事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车的这部分 这就是它的壳子 这有一个隔音棉 其实这个隔音棉还是 做工还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要是可以的话 就再放一层 我这也简单 这个是卡扣 我买隔音棉的时候 也送了我几个卡扣 这个是门锁的机械结构 很简单 把这个地方连接 这个有个编码 设备的编号 如果以后需要背件的话 还可以从这儿搞到这个背件 这是里面背件的编码 我也录一下 要是需要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背件来查找 这还有人名 朱饼舟 感谢朱饼舟帮我装了这个车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边的部分都很薄 没有什么特殊的 这个车拆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拆法就是首先把螺丝拧掉 这个扭掉这个螺丝以后 去拆这三个卡扣 拆完这三个卡扣 然后悠着点个劲儿 往外掰 这样咔咔咔咔 稍微认着点个劲儿 就把这个全都掰开了 还是比较好拆的 有一个小的这个黄色的这个电片 然后这个就是远车的喇叭 这个地方还是一个接口的 所以拆卸还是比较比较好的 这是一个20到40瓦4欧的一个喇叭 然后看看一会把它卸下来 应该是胶粘上的 看似像是胶粘上的 然后再研究研究 看用不用卸它 还是直接那个喇叭就能装上 去比较一下 哎呀 费了好大劲儿 把里头这层贴上了 贴的不是很好 反正将就吧 把这一层都贴上 效果应该还是挺明显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今天就闷了很多 看看这头 力度是一样的 这个还是很明显 所以理论上把这些东西都合影好了 还是有效果 听听关门的声音 听听这头关门的声音 灌棉声音 灌棉声音听不出什么呢 高音部分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拆开 拆这个壳的时候呢 我是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大了一下 然后把我的灰威的这个喇叭 它自带的这么一个套就装上了 把这磨了一下 磨开一个口 开孔 开孔 开孔确实挺费劲 但是还可以吧 然后这里面呢 它这块是有一个卡 这也有个卡 对应的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外面有一个这样蓝色的卡 稍微用力呢 就可以把它这个很轻松的拽下来 但是我这个卡扣现在还是稍微 让这个位置就坏了一块 以后有机会可以在网上再买一个 这个就是从这儿装进去 然后它就卡住了 然后这个原来呢 它上面串联了一个电容 我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喇叭往后放的时候 会割到这个门 所以没办法 我就把后面锯掉了 这个地方都是 就是动手的改装了一下 把这个锯掉了以后 然后给它放进 放置在这个位置上 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呢 串了一个电容 然后我们再把它接上 就完成了这个高音部分的修改 整个这个拆解呢 还是比较容易的 这个胶条是可以很轻松的就拽下来 拽下来以后呢 然后进行这个调整 我这贴了一个小块指针板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其实这里应该贴一块 一会儿我把这块贴一个指针板 好 我们操练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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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